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今天要继续研究所谓的那个直接寿词 还记得吗? accusative 之前我们介绍寿词的时候 我们用haben动词来介绍 我们就说 Ich habe einen bleichstift 记得吗? Einen 原来是 ein accusative 变成 einen 这两个不用改 但是我今天要介绍另外一个动词 这个动词叫做 Finden Finden这个动词也是要求这个accusative Finden就是觉得的意思 你觉得这个如何呢? Wie findest du? 可是现在呢 我们要用到定罐子 你看 我问你 你有没有一支笔? Ja 我有一支笔 Hast du einen stift? Ja Ich habe einen stift 然后我问对方 你觉得这支笔如何呢? Wie findest du den stift? 我们在这个地方 我们现在用到那个定罐子 Akkusativ Där I findest du den stift billig 可是你看哦 如果我们问这个手机 你觉得我的手机如何呢? 我就说 Wie findest du das Handy? 不用改 Oh dann 我问你 你觉得我的手机如何呢? Wie findest du 你觉得你的手机如何呢? 加那个直接手机 然后尽量用到那个定罐子 Ich finde den kalender schön 就是这么简单 就是这么简单 你觉得我还没用到这个手机 我问你 你觉得我还没用到这个手机